不看美的眼 不看你的美 不看你也爱上你 忘了我是谁 忘了我是谁 李敖宇妙天下 这个节目前面有一些我的照片出现 是我的好朋友摄影家赖月忠的作品 我要特别感谢他 首先请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是一幅画像 当年美国演舞台剧的明星 他的名字叫做Bankhead B-A-N-K-H-E-A-D 字面上来看这个意思就是银行的脑袋 银行的脑袋 当年的有名的女明星Bankhead 这是他另外一张照片 Bankhead 她是一个很会演戏 也很会讲话的女明星 她在台上跟一位小明星有点不和 她就到台下面就跟小明星说 等一下演戏的时候 即使我下台 我也可以抢你的戏 在术语上说叫台风 你台上的这些风头 我会把你抢走 会抢台风 抢戏 他怎么做呢 上台以后桌子出现了 他拿出一杯酒来 一杯酒 然后临走以前就把酒杯再往一放 就走了 大家看啊 酒杯是这个样子啊 我看下面 就走了 全场的观众 舞台剧的观众啊 就不再看这个小明星 不再看跟他不和的小明星 就只看到他下台以后呢 把这个杯子啊 一杯酒就放在桌子上面 大家就担心 他会不会倒下来 这就是 这位Bankhead 这位女明星的本领 老娘下了台 都可以抢走你们的风头 我聊 做电视节目 这就是我的一个效果 我离开电视界很久了 可是 每次我看到别人的电视节目 我都觉得 三个字不够看 只有我的节目才好看 别的节目不够看 换句话说呢 我下了台 我还鱼风油载 这就是我的整体的感觉 为什么我这么神气 我感到很骄傲 这句话 可以这样说吗 有人在这样翻译哦 请大家看 有一位 哈佛大学毕业的博士 理论上 他的英文应该很好 他做过台北市的市长 在做台北市市长选举活动里面 他们出了一本小册子 就是这本书 叫做 二十一世纪台北 这个小册子出版以后呢 里面有一段话 大家看这段话 这个人说 去年 北一女校庆 然后呢 我的女儿 她的女儿参加校庆 回来以后呢 她女儿 那天回家 第一句话 就说 爸 我们可以大特写这个字啊 爸 I'm proud of you 这位台北市市长候选人 他说 翻译成 我以你为傲 I'm proud of you 翻译成 我以你为傲 这句英文和中文 是这位市长候选人 亲笔写的 所以赖也赖不掉 没有排错啊 他是谁呢 他就是这个 漂亮的小男生 马英九 英文写的也好 问题 I'm proud of you 这句话 能翻成 我以你为傲吗 可以这样翻吗 很多人都这样翻 事实上 我们看 马英九在同一本书里面 拍一段话 看到没有 我的在地 我在台北市 我以在地 的台北人 为傲 请问 可以这样的表达意思吗 我必须说 这位哈佛大学的 博士 在这一句的翻译上面 出了问题 为什么出了问题 因为 英文字 pride 名词 跟proud 形容词 都有它一个正反两面的意思 正面和负面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 是 我感到很光荣 I'm proud of you 我是以你为荣 我是以你为荣 不是以你为骄傲 可是这个字在负面的意思里面 才是骄傲 英文这个意思里面 有正面的和负面的 很多人学英文 学的 没学通 把它当负面的意思来翻译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 我以你为 感到骄傲 我以你为傲 我以在地人为傲 通通翻译错了 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这个pride 和proud 这个字的 正面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 是感到光荣 好不说proud city 不是说是个骄傲的城市 而是一个堂皇的城市 一个 这个字 在正面的意思 被忽略了 大家只注意 它的负面的意思 跟着就翻错了 而 哈佛大学的 这位博士 也跟着就翻错了 所以我说 当我李奥 在节目里面 展示 我节目做的 多么成功的时候 像这个美国女士 明星 backhead 这样子 自负我的节目的时候 当我说 我以我为傲的时候 是错的 当然 这个proud这个字 在英文里面 指别人骄傲 有的 你可以指别人 你不能用这个字 来表达 自己的感觉 我以你 为傲 是不通的 我以你为荣 是同意的 你给我带来的光荣 是可以的 我的节目 我可以使它为傲 也可以使它为荣 在我怎么样解释它 可是在固定的英文里面 我告诉大家 哈佛的博士 英文虽然好 他没有想到 这个字的负面 跟正面的意义 有不同的翻译 他翻译错了 同样的 在这本书里 我们又看到 他谈到 他说 给市民 给台北市民 免于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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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 最早是来自 当年美国总统 罗斯福 就小罗斯福 后面总统 美国有两个罗斯福 我们叫他小罗斯福 罗斯福总统的 一次演说 他在1941年1月6号 在华会演说 提到了一段话 他说 和这个表达的自由 第二种 是信仰你要信的神 信仰的自由 第三种 Freedom from want 缅于 缅于 翻译成 缅于匮乏 我需要什么 不要觉得没有需要 第四个 就是 Freedom from fear 缅于恐惧 刚才马云九 讲这句话 就是 缅于恐惧 翻译成 缅于恐惧的自由 对不对啊 这不是马云九翻的 可是当马云九 哈佛的博士 这样子 用 缅于恐惧的自由的话 我认为是不妥的 不错 罗斯福总统 用了 四个 Freedom 可是请大家注意 文法结构 第一个 Freedom of speech 言论的自由 第二个 Freedom of 每一个信仰的自由 也是 第三个 Freedom from 是从什么 避免 避免 从需要而来的 第一个 第四个 Freedom from fear 是 Freedom of 跟Freedom from 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虽然前面有四个字 都是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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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翻译的时候 不能翻成 严格的说 不能翻成 缅于 匮乏的自由 和 缅于恐惧的自由 缅于匮乏 我不缺 这支钢笔 就完了 这不是一种自由 缅于恐惧 我不怕恐惧 就还了 这不是一种自由 所以在形式上面 它是四个 Freedom 可是真正的意思 不能翻成 缅于匮乏的自由 和 缅于恐惧的自由 当哈佛博士 把他 援引过去 别人错误的翻译 把他翻成 缅于恐惧的自由 我必须说 他翻错了 我在节目里面 这样展示 目的何在呢 展示目的 就是告诉大家 这里面 在我的节目里面 你可以看到一个万花筒 不断地展示资料 展示图片 展示不同的解释 在这一小时里面 如果你用心 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什么东西呢 学到外面 你所学不到的东西 再看 有名的女歌星 弗塞尔 再看世界三大南高音 帕法勒蒂 死掉了 他跟我同岁 去年死掉了 再看 他们俩一起 合唱的 图片 弗塞尔跟帕法勒蒂 合唱图片 我曾经告诉大家 这个合唱 其实是很囧的 西洋的这种对唱啊 你唱我唱 一个人唱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除非合唱 他不能唱 他听你唱 听你唱的时候呢 就一个糟糕的结果出现了 就是万一 女歌星听男歌星唱歌的时候 这男歌星有口臭 唱歌不停 使大家觉得很凶 我看了2002年 世界三大南高音 另外一个高音 他指挥出来的茶话女 这茶话女 这个唱得非常好 茶话女 叫普拉德利 B-O-N-F-A-D-E-L-I 他的男 那个男歌星叫P-I-P-E-R Piper 叫的Piper 看到这个画面没有 这个男 男的在唱的时候 搂着这个女的 这个女的在听 可是他表情啊 充满了这个 当然演戏的 充满惊恐 何尝不是因为他有口臭 近距离的唱歌 他又不能躲开 不能说他跟茶话女 男情谈情说爱的时候 他闪开 做不到 我曾经跟大家说 在我的节目里面呢 你们看到四个字 就是转脸打背 转脸打背呢 就在中国的精细里面 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一个人唱歌的时候啊 唱戏的时候啊 另外一个人呢 他也不下台 他走到旁边 转身 背对着群众 观众啊 然后你唱你的 这台上好像没有我一样啊 所以你的口臭啊 我听不到 那各唱各的 然后我再转过来 你再 转脸打背啊 可是在外国的歌剧里面 尤其是茶话女 这种近距离的 这种缠绵的歌唱里面 躲不掉 可是大家如何学会 这四个字呢 转脸打背呢 因为只有在我的节目里面 才能够学到 现在我在教大家四个字 叫做茶枝介意 什么叫做茶枝介意啊 马云九翻的这个 我以你为傲 就是赵元润 语言学家赵元润 所挖苦的叫茶枝介意 他本来一个植物长出来 他有另外一个枝 正面的负面的 左面的右面的 你摆成错 正面的意思 把它翻成负面的 我以你为荣 翻成我以你为傲 就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看看 普通的英文字典 就可以看到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他这个 这是负面的意思 这是正面的意思 可以看到 这个饿的人 too proud to buy for food 他有自尊心 所以不吃 不吃 绝来之食 你把这个proud 翻成说 这个乞丐 这个穷人 很骄傲的 不吃 绝来之食 不好的 他的自尊心 他不敢吃你 这个 这个绝来之食 好不说 正面的意思 好不说 诶 这个proud cities 就讲的 弹簧的城市 就要的 proud cities 这个 很雄壮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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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马 中马 可以专门 搞这个 木马的中马 这个proud 不是很骄傲的 性能力很强的 公马 而是很强壮的 这个公马 他就正面的意思 你把它翻成 很骄傲的 这个 这个公马 中马 就是错误的 所以这种翻译呢 叫做 差之介义 是个很严重的现象 很不幸 发生在 台北市市长候选人 也是两届台北市市长的 当选人 哈佛博士 马英九的身上 我告诉大家 我李奥 没有离开过 中国的领土一步 我去过香港 可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在台湾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可是我英文 怎么能够跟 哈佛留学的 博士来比他们 习惯的用法呢 不能比 可是 我们用读书 很用心 我们不会发生 这种差之介义的 这种怪现象 原因就是说 我们书念得 很细心 现在说了一大堆 回到了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 对我说起来 是个杀人放火的节目 古人杀人放火 要杀真的人 放真的火 对李奥说起来 就不一样了 我用我的文字 写了一段 给大家看 标题是杀人放火 任何好人 有时候 都想杀人放火 任何坏人 有时候 都会杀人放火 杀人放火是 人类遗传的 冲动之一 现在人无奈了 要杀要放 只好靠电视 这是我的 李奥的余路 请注意 这种文字的技巧 因为你看到文字技巧 他知道 李奥如何在 宇庙天下 请看 任何好人 有时候都想 李奥如何在 宇庙天下 请看 任何好人 有时候都想 杀人放火 任何坏人 有时候 都会杀人放火 看到没有 一个字的不同 代表了 好人只能想 坏人就会动 都会做 很严格的看起来 是不同的 然后我再看 我的李奕录 大家看 极权国家的垃圾 不会丢在马路上 只会丢在电视里 为什么极权国家的电视 不好看 因为 没有李奥这种节目 出现 即使有李奥的节目出现 也会重重的关卡 就不好看 所以 在他们的电视里面 我们看到的 不是精彩的节目 而是垃圾 虽然全世界 很多的极权国家 虽然全世界 哪个国家 都有电视 可是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 总觉得 他们千篇一律 千篇一律的什么 千篇一律的 那种 众口欲声的 那种烂套 那种烂的电视剧 烂的 对话剧 都是一样的 看起来 非常的不愉快 所以呢 大家也想看到一个 耳目一新的 并且充满了一个 万花筒式 知识的电视 请看 李奥 雨妙天下 干电视 这一行 我已经有 十几年的经验了 我这种经验 在电视的 范畴里面 是个怪的经验 台北市市新大学 曾经做过一次调查 好多年以前 他说 这叫什么节目 李奥的节目 违反电视制作的原理 电视要有活动的画面 要有变化的画面 可是李奥 没有这些画面 电视里面 要有很多人 可是李奥 只有一个人 电视里面 展示的图片 要能活动的 可是李奥的图片 像大字报一样 没有那么多变化 为什么这个节目 能够在台湾 在周全的电视台 真相电视主持之下 做过一千几 为什么有这么高的记录 原因 它有它的特色 这个答案 到今天为止 从事于电视活动的 这些专家们 还没有得到真的答案 觉得怎么一个人 违反电视制作的原理 能够把这个节目 做到这么样的成功 这个不算成功 到了我的好朋友 刘长乐出现 他用凤凤电视 把我从台湾拉出来 推向世界 我真的感谢刘长乐 这就是刘长乐 刘老板 跟我 这个李奥 今天 这个电视做出来 又和 一个好朋友有关 他的名字叫做 郑乃佳 他主持的 加斯比 媒体行销有限公司 就郑乃佳 郑乃佳 和刘长乐一样 都是身材 心广体胖 这一类型的 我曾经啊 偷偷地写了一首 我的话 大家看啊 不一定针对郑乃佳 胖子福音 胖子福音 不让别人看到你 比减肥更重要 不让你看到镜子 比祈祷更重要 所有的胖子 都希望减肥 没有希望了 胖子唯一得救的 就是找到一个 比他还胖的胖子 来安慰自己 没有机会了 我讲这些话 当然是挖苦的意思 可是他是我的好朋友 当然我可以挖苦好朋友 难道我就挖苦 跟我同年龄 去年死掉的 啪啪的听吗 我 他体重72公斤 他体重144公斤 比我重了一倍 最高纪录是174公斤 还到过190公斤 这么胖的人 当然 郑乃佳也是比不上的 所以 请郑乃佳 多多去看 帕帕乐体 我的节目里面 最大的特色 由于郑乃佳的安排 使我开放了 开放到什么程度 开放到 从新加坡 作为一个起点 朝22亿 华人人口 来 播音 这22亿人口 把以全球为对象 不是大家流行全球化吗 我以全球为对象 来 作为一个 铺张的一个范围了 所以看起来更有趣的 可是有一个缺点 在每一个地区的 单独一个地区 比如说台湾 单独看我这个节目 就觉得 怎么搞得 谈我们台湾的事情 好像少了 其实也不少 因为 到了今年 我在台湾 住了 住满了60年 我在这个 雨妙天下的节目里面 我会谈到台湾 可是 只是举例的时候 我会 就地取材 会谈到台湾 或者说 找一个例子 他多么笨 可能正好 台湾有这个例子 我就就地取材 会谈到台湾 我不专 专门谈到台湾 当我谈到台湾的时候 一定有他 世界性的目标 我举个例子好了 在八年以前 公元2000 我做过一件 很顽皮的举动 由于我的好朋友 新党的主席 李庆华的安排 他请了一个 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党的 我 参加了所谓 2000年台湾地区的 这个领导人的选举 台湾就所谓 总统选举 我当然不承认 我立刻在香港 就写了一篇文章 发表了 我说我选的是 是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并不是什么中华民国总统 我李庸是不承认中华民国的 为什么你不承认中华民国 我讲过了 因为中华民国 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说的 中华民国亡国了 亡国了怎么承认他呢 什么证据 请看蒋介石的全集 1950年3月13号 蒋介石在阳明山的秘密谈话 蒋介石说 中华民国亡国了 中华民国亡国了 是当时所谓的总统 偷偷地讲话 透露出来的 他都说亡国了 我们只好跟着走啊 既然亡国了 选什么总统呢 骗人的 可是这场闹剧 我也参加了 当时最有趣的一个文件 我今天给大家看 选举公报 看到没有 抽了一号的宋楚瑜 抽了二号的是连战 抽了三号的是我李敖 抽了四号的许新良 抽了五号的 陈水扁 请谈给大家的这个证件 这个学历和证件 这么大堆 你看宋楚瑜 你看宋楚瑜 洋洋洋洒洒 连战 洋洋洒洒 许新良 洋洋洒洒 陈水扁 洋洋洒洒 请看我的证件 和学历 你看没有 李敖 看到没有 国立台湾大学 国立台湾大学 历史系 毕业 我的证件什么证件 勃起台湾 从台湾勃起 挺进大陆 朝大陆挺进 威尔康 世界 用大陆翻译 就维哥世界 薄起台湾 挺进大陆 维哥世界 就这么简单的是 我的证件 大家看到我中文的 这种犀利 意思表达得很完整 从台湾勃起 朝大陆勃起 从台湾勃起 从大陆停进 向大陆停进 向威尔冈世界 大家以为这是我八年以前的游戏之作吗 错了 八年以后 我今天干的事情就正好是这种事情 我做这种电视节目 在郑乃家加斯比公司 安排之下 推出这个节目 目标也22亿华人人口为目标 可是是在全世界都努力在学华文 学中文的这种风起云涌的 这个气候之下 氛围之下 我所干的事情正好就是 勃起台湾 挺进大陆 伟哥世界 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别以为这是我的游戏之作 这是我一个处心极虑 也是深谋远虑的 努力的一个目标 台湾对我太小了 严格说来 台湾对优秀的台湾人也太小了 可是今天被搞得乌烟瘴气 我们真的要 勃起台湾 走出台湾 台湾 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 李敖 宇妙天下 在1949年 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政府 兵败山倒 逃到台湾来以后 那一批人 大部分都死光了 那个时候 我也夹在其中 来到台湾 我才14岁 当时蒋介石 才63岁 比现在的我 还年轻10岁 当时 有一个 巴士开外的老先生 做监察院院长 他的名字叫做余佑任 他也不做 弹劾的事情 他只是写毛笔字 这就是 当年的革命元老 余佑任 他的毛笔字 写得还不错 有首诗 我念给大家听 给你看 你看不 可能看不出来 这都是草书 我念给你听 不信 不相信 不信青春 换不回 青春是回换回来的 不信青春换不回 不容 容雪 不容青史 尽成灰 都变成灰了 低头 回想 低回海上 愁功宴 万里江山 酒一杯 万里江山 这是民国元年 就是1912年 游润写的诗 游润 诗存里面 他把它印出来 大家就这个诗 这个比较好看了 不信青春换不回 不容青史 尽成灰 低回海上 成功宴 万里江山 酒一杯 诗写的不错 意思 只有一句 说对了 他还做不到 哪一句呢 就是 不容青史 尽成灰 这一句 他做不到 我把它改写了 大家看我改写的 不信青春 能换回 什么叫做 不信青春换不回呢 当然换不回啊 青春走了以后 再也回不来了啊 所以我不 我不信青春能换回 可是 不容青史 尽成灰 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宋朝人 人与词啊 叫做 老眼平生 空四海 我平生 我这个 敏锐的 老去的眼睛 把四海之内 都看空了 我看不起别人 那我聊 老眼平生 空四海 最后一句 鱼有声畜 听惊雷 在有声音的地方 听到更大的雷声 我再念一遍 不信青春能换回 不信青史 尽成灰 老眼平生 空四海 鱼有声畜 听惊雷 这是我在2008年 11月25号 拿起钢笔 就写出来的 请大家 看最后一句 鱼有声畜 听惊雷 那一句的朋友 喜欢看出的人 就知道我这句诗 有所本 本哪一句呢 就鲁迅 有一句诗 叫做 于无声畜听惊雷 在没有声音的地方 我听到雷声了 为什么我理由改成了 于有声畜听惊雷呢 请大家看我的解释 这是鲁迅 这张画像啊 一般人看不到的 当然我有啊 就告诉你 这是当年登在 蓝友花报上的 鲁迅呢 那首诗 叫做 这字写的很烂了 跟他的老师 张太炎写的一样 毛笔字写的很烂 我再念一遍 万家莫面莫好来 敢有歌音动地哀 心事好忙连广雨 于无声处听惊来 莫面就是 脸上吃了痣 罪犯呢 脸上吃了痣 吃了痣 那个吃了痣以后 然后用墨给涂上去 就变成古代的一个刑法 你脸上就刻着痣了 纹身了 纹在你脸上去了 就没有你罪犯呢 很多人都给磨面 都给受了情罚 然后埋没在 这些草野荒荒草里面去了 歌声 哪里敢有歌声 一个声音 动地哀 敢有 难道没有吗 难道有吗 动地哀 心事好忙连广雨 我心事 我心里面有一片 一片担心 可以直接上达 天空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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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无声处听惊雷 忽然一声 我们有没有声音 可一个雷打下来了 我把它改成 云有声处听惊雷 为什么这样改呢 为什么这样改呢 因为你们看我的电视 我在杀人放火 用什么工具呢 用电视 你们听到我的声音 没有没有 听到了 可是呢 它是个雷震 是个雷的声音 我把它改写这个诗 请大家看 万家粉末去复来 鬼哭狼嚎 动地哀 心事好忙连广雨 雨有声处听惊雷 什么叫万家粉末呢 你看看电视台 别人那些节目 干什么呢 粉末登场嘛 演戏嘛 所以我说 万家粉末去复来 那些人来得去去 节目是一样的 他们干什么 他们在鬼哭狼嚎 动地哀 我呢 心事好忙连广雨 雨有声处听惊雷 为什么呢 你们在电视机里面 听到我的声音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节目 这是雨妙天下 这是一个雷声 上达天厅的一个雷声 我告诉大家 不要把它看成一个 普通的电视节目 因为它是一个 知识上 思想上 这个万花筒 你可以学到很多 我们看到鲁迅死的时候 这张速写像 鲁迅过去了 为什么过去了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 没有李敖这个时代 这种好的机会 能够用 深光 现代科技 画面 来传达 我们的思想 他们的方式 是老式的 就是用笔杆 可是鲁迅 在鲁迅的时代里面 有他的成就 今天我们在看到鲁迅 用他的方法 来传达我们的思想 表示我们没有进步 澳门大学 一位教书的博士 叫做老志军 他姓老啊 老志军 他写过一本书 就研究鲁迅的很多文体 本来我们看鲁迅全集 我们都看到过 可是当这个老志军先生 把他整理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发现 非常的 使我们震惊 鲁迅的中文 怎么会变得这么逼的呢 老志军先生 搜集了很多 我再把老志军先生搜集的 再把它挑着几句来 给大家看 大家看 你会写这样的中文吗 你看 因为是特异地 地光匠 这大坂市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潜力的 纯艺术的 集会的诸位 这是什么中文呢 是表现你们 要讲演了 你们各位啊 什么样的各位呢 他的很长的一段形容词 来描写你们的各位 因为是特异地 地光匠 叫大坂市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潜力的 纯艺术的 集会的诸位 请问 这是中文吗 如果你说这是中文 你佩服这种文字 对不起 这就是鲁迅写的 如果你说这种文字 是好的 证明了一点 你 盖下的中文 出了问题 你怎么说 这种文字 是好的呢 你说不对啊 鲁迅写的 鲁迅写的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说 这是个标杆 鲁迅 给我们一个标杆 当你说鲁迅的中文 很好的时候 请你看看这句话 李敖 与妙天下 我刚才说 澳门大学 交出的老志军先生 他写了一本专书 研究鲁迅的文体 给我们一个 很爆炸性的感觉 就是 怎么这些文章 是鲁迅写的呢 原来真的是鲁迅写的 怎么可以这样子不通呢 就这样不通 我再念一部分给大家看 鲁迅的文章 你看啊 我只记得 还做孩子时候的 吃尽一碗 伴着驱除蛔虫药粉的 砂糖 才有这样难 请问 这是中文的句子吗 英文也没这种句子 这么变得吗 鲁迅写的 大家再看 鲁迅写的 朦胧而昏暗的地 向两旁展开着 长的单调的房屋的排列 这是什么句子 再看 鲁迅写的 他的行踪不定的出奔 和临港的自怨底的推让 请问这是什么句子 再看 我被吸 与仿佛 忽被白刃冰冷的 砍断了 刺的恐怖 但是末帝 发意 精部的深呼 便僵直了 一般的 利爪 以为心脏 是骤然 冻结似的 停止的了 而立刻又几乎 做痛的 大而且 锐的 鼓动起来 天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句子 再看 鲁迅写的 上了走向那 大而黑暗的都市 是寄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描写一个路 一个路 可以前面那么大一段 你看 描写这个路 你看 上了什么路呢 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 寄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这就是鲁迅 这是鲁迅的作品 在鲁迅全集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 只是老志军先生 有耐心把他一条一条找出来 不是我们不肯定鲁迅 我们肯定鲁迅 在他的时代里面 他有他的历史的地位 可是今天 我们在说鲁迅的中文好 至少我们看到刚才这些中文 这叫什么中文呢 难道没有人敢讲话吗 我李奥实在不负这口气 一开始在我的宇妙天下里面 就跟大家谈谈看 这种中文是能不能成立的 可是我告诉你们 我在凤凤电视 在刘长乐老板的支持跟赏识之下 我做了720集的电视里面 有5集是播不出来的 其中有2集 就是因为我批评了鲁迅 并不是刘老板不让他播出来 而是社会的氛围 说这个东西不能播的 为什么不能播 如果这都不能播 等于我们承认了 这种文章是好文章 让它流传下去 鲁迅是天之骄子 大家不要搞错 在文化大革命时代 鲁迅的书没有一本被查尽 什么有几个中国人 有这种书中 他的书没有被查尽 鲁迅享受的这个结果的 可是我们在看鲁迅的时候 在碰到鲁迅的时候 至少你的文章好坏 我们可以碰碰吧 难道鲁迅的文章 是这样写法吗 难道认为这种写法 我们都不能批评吗 那么这种文章是好文章 能证明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学 或者文字语文程度就变好吗 这对我们的退步是一种讽刺 所以我说不是鲁迅不好 鲁迅在他的时代里面 有他的历史未知 可是今天我们还抱着鲁迅不放 甚至认为鲁迅的文章 都是好文章的时候 我们在自欺又自欺 所以我说鲁迅的文章 至少我们有批评的自由 上帝我们都敢批评 何况鲁迅